那次改变 是我军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际 三大民主制度为何能让官兵打成一片 毛泽东的制军方略 割出了旧军队多少弊端 我军在历次的改革中 怎样求得生存发展 敬请关注著名军事专家徐燕将军 吴琴顾教授 卢勇教授本期为您讲述 深化军事变革系列节目之二 我军历史上的正副总 今天我们继续聊军队改革的话题 说到军队改革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 就是一支军队他不断的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整个环境条件变化了 他的肩负的使命变化了 他可能就需要进行改革 但是呢实际上历史上还有另一种情况 就是一支军队他刚诞生的时候啊 他可能就肩负着一个重大的改革的责任 因为任何军队他都不是从石头空里蹦出来的 他都是在以往的旧军队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 那么呢他就可能或多或少的带有一些旧军队的烙印 那么新的环境新的使命任务要求他进行改革 我们人民军队就是这样一支军队 就我们人民军队从创建那一天开始 可能就肩负着一个重大的改革任务 早在这个中共产党独立建立军队之前 也就是在这个大革命期间 周恩来参加这个黄埔军校的建设 以及后来呢 共产党建立自己独立的武装 铁甲车队 夜挺独立团开始 就遇到了一个怎么样巩固军队的问题 就解决一个军队由谁来管 怎么管 当时认识到党要领导军队 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武装 夜挺独立团嘛 就是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团 但是当时虽然在团里面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但只有一个党支部 多少党员呢 二十几个党员 全团多少人呢 两千多人 说这个党员就是一些军官 连里头没有党支部 没有党组织 甚至有的一个连都没有党员 因为这个连长不是共产党员的话 全连等于是没有党员 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毛泽东后来讲的嘛 就当时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 完全没有抓住士兵 这在出现危机情况下 那党管不住基层了 因此这个三大起义遇到的挫折 都出现了一个基层 能不能控制得住 怎么样想办法 这个党组织要掌握到每一个战士 这样一个问题 是因为最开始红军他没有国家政权 他也没有这种后勤保障的供应 所以他不能像旧军队那样 靠赏 靠罚 然后来吸引这样的一些士兵 当时那些士兵也没有感觉跟着走 也没有什么前途 当时一个牌派出去 这个侦察情况 整个牌都跑掉了 这样的情况都有 一开始我们也是想学习国民党军队那样 靠用经济手段来 你比如说那个广州齐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招兵的这个军饷 比国民党还高 高一倍 对吧 比如他们一个月十块钱大洋 对 我们出二十块钱 但问题是这样的队伍 你如果靠高薪来留人的话呢 维持不住 一旦遇到这个生死存亡的考验 生命危险 受到威胁 他就跑了 事实证明就是三大起义 很多兵跑也是因为这样 太苦了 太危险了 他就跑了 另外你当时也办不到 你看广州起义 当时为了吸引人参军 确实贴了告示 参加红军 一个月二十块大洋 比国民党军队高一倍 其实你根本搞不到二十块大洋 他没钱 没钱 在一个人家就真算有了钱 你没有邮局 你没办法往家寄 另外雇佣兵都有一个问题 他得看到县阳 另外来讲 不是 雇佣兵都有一个问题 他是为了挣钱的 命比钱更重要 命丢了的话来讲 钱也这么饶了 他打仗不会愿意拼命的 对 当时也有一些职业的老兵友子 一看不行了 拖了枪就跑 然后他可以再投奔新的队伍 对 那么我们的对人民军队的创建之初 实际上面临的就这么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 当时毛冬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 就是对军队的这个整个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三弯改编 三弯改编是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 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 1927年9月29日 毛泽东率领乡干边界秋收起义部队 到达江西永新县三弯村 三弯村地处乡干边区 起义部队到达三弯的时候 简缘较大 人员不足一千人 组织很不健全 思想相当混乱 雇佣军队的影响还严重存在 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开始动用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 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到达三弯后 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 决定对起义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 确立党指挥枪 织布建在连上 官兵平等的一整套崭新的治军方略 把织布建在连上 以前的这个党委只建立在团一级 党支部只建立在团一级 所以这样的话 他不能深入到基层 不能对士兵进行很好的一个 有效的这样的一种情况的了解 所以三弯改编呢 把这个等于说党组织整个的下沉了一下 下沉到最基层 就是感觉每个士兵身边都有党员 就是连有支部 排有小组 班有党员 那时候还是排有小组 就连有支部 排有小组 班有党员 而且那些党员都是久经考验的 思想比较坚定的一些革命者 这样就相当于把整个队伍啊 我们说高举目张就把整个队伍给带起来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另外他也解决了一个军队的性质问题 党代表派到军队中间 就表示了党管军队 但是这是个名义 实际上来讲管军队要落实到基层才能管得住 国民革命军的时候也有党代表 但实际上蒋介石在黄埔军校的时候 他允许党代表存在 但是实际上他自己抓实权 人事权和军队的指挥权 他这还是旧军阀的那一套 就没有重视武装士兵的思想 没有重视政治教育这一块 旧军阀就是军官管士兵 蒋介石还是搞这一套 说他把那个政治工作 按当时的形容搞成卖狗皮糕药子 你去宣传宣传 实际上来讲你掌握不住军队 掌握不住士兵 但是在人民军队这边 他就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我觉得对比也非常的鲜明 就是我们看军阀之间的混战 包括像蒋介石这样的新军阀 他对付地方实力派的时候 他经常用的一招就是屡实不爽的 就是我用高官厚禄 来收买我对手的大将 而且基本上都能成功 但是我们军队自从建立了 党队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套制度以后 应该说我们人民军队就没有发生过 像国民党军队 或者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那样 那种一个市长一个军长 带着部队集体倒戈的现象 这个是没用的 因为他跑不掉了 张国涛跑的话 连警卫员都带不走 他那么高低 为什么呢 这个军队是党管的 你这个军队的指挥员 是党委任命你担负军事指挥任务的 军队他不是这个长官领导 他是党委领导 所以你长官想把队伍拉走 那党委不同意 你根本办不到 这就很厉害了 所以毛泽东就讲 这个织布建在连上 确立这一套的制度非常关键 他讲了一个比喻 就讲党织布 就相当于一个人的心脏 心脏很强壮的话 其他的皮肉之苦 那是无关紧要的 只要党织布建在连上 这个制度完善了 心脏就能有力地跳动起来 所以毛泽东也讲过说 红军建南奋战 之所以不溃散 织布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只要我们笔下古代也是 就从古代到清白 中国的历代封建王朝 他的统治者 就面临一个最大的困惑 最大的难题 他就怎么有效地 去掌握这支军队 包括好多历朝历代的 这个军队改革 他也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古代的 很有名的监军制度 他也是这样 但是监军制 跟我们的这个政治委员制度 党的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制度 那是不可 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监军制度呢 实际上来讲是代表封建 皇权对军队的管理 那么党代表政治工作制度呢 他是代表进步的政党 对军队的管理 那皇权跟进步的政党呢 完全不可比拟 另外监军他也不可能掌握基层 掌握士兵 监军他是来监督 这个最高军事长官的 这样的话又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 你监军 等于特务 而且来讲 也就是倾台大臣 凌驾于这个长官之上的 长官对他又很反感 士兵对他很仇视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监军在古代往往 他有时候误事 监军制度始建于春秋末 国军以亲信 督察大将的军事行动 位置监军 如齐景宫 以司马扬驹为将 以宠臣庄谷为监军 秦始皇 命蒙田率兵抵御匈奴 以太子扶苏为将 判代以业者或御使 为监军使者 未进以后 以常有监军 此一季唐初 均有监军御使 唐代以后 监军为宦官专任之职 那么民国时期 监军制度是否消亡了呢 像国民党当时 后来建立的政勋处 它也是可能类似于您讲的 这个监军的这样一个职能 是一种特务性质的 对部队来讲 您像那个八路军 改变完成以后 蒋介石就把康泽他们 企图把康泽他们 塞到八路军那边去当 郑军主任 郑军主任 实际上 康泽就是大特务 大特务 你不是康泽这个时期 大批的国民党将领 面对外敌入侵 投降 当伪军 搞所谓的曲线救国 然后到解放弹弹 后期也是这样 很多将领就起义了 这证明就是 蒋介石这种 控制军队的 这种方式方法 和他那种体制 他是不行的 刚才您讲的 因为这种 他是一种特务体制 来掌握军队的方式 郑军处一个最大的问题 其实也是脱离士兵 脱离群众 因为士兵仇恨你 你宪兵和郑军处 这些人他吓得去的话 到黑暗角落里头 他军官士兵 想办法揍你 实际上干掉你 所以这些人搞得 他吓了 他不敢下基层 另外真正起义的时候 郑军处一般都是两个结果 一个是起义部队 干掉你 再给你自己赶快跑 因为他平时是脱离 这个士兵 甚至也脱离军官 这种制度 就像特务的方式 来统治军队 其实必大于力 所以他跟我们的这种 这个 就政攻系统 这个系统的机制比较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战争年代有个统计 就是在基层连队里面 革命战争年代 哪个岗位牺牲人最多呢 可能有些部队 非常明显 就是指导员 因为一打仗的时候 可能连长他要 坚持在指挥位置上 可能尖刀牌 先往前冲 往往指导员 也可能往前冲 所以我们的那个 整个政攻干部啊 他正率先垂范 冲锋在前 享受在后 而且没什么享受 没什么享受 国民党那政训 那是独战队 在后头拿着枪来讲 敌人往前冲 他在后头 我们国民党独战队 就是要么就是挑的大洋 兄弟们上去就有钱 要么就会晤大刀 手枪 退后的枪毙 我们这边呢 经常看到的 共产党员带头 我们政攻干部的时候 表现出了 非常高的那种 共产党员的风范 都是说同志们 跟着我冲 所以这两种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喊口号不一样吗 国民党军队 还是给我冲 给我冲 共产党跟我冲 跟我上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看说 国民党的征训处 好像它也是属于政治工作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党队军队的绝对领导啊 政治委员制度 也是管政治工作 但两者是不一样的 当时 实际上我们在 整个军队发展 壮大的过程中 碰到的还不仅仅是这些问题 你比如说 到了井冈山以后 矛盾他们就面临一个 非常重大的问题 没钱了 就一开始我们党 可能在大城市里 党中央的机关 还能接受到 苏联的一些援助 但是我们一旦 整个武装旗的队伍 推向这个农村 推向山区的时候 可能外援就没有了 而且一开始 井冈山也不可能有银行 你苏联没办法赚账 你真的是自己想办法 他一开始可能可以 靠打土豪 去针对一些福财 但是像井冈山 这样的地方比较穷 可能打个一两个月 也没钱了 这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自古以来当兵 他就是吃黄粮 拿军饷 那么现在这支队伍 没钱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很严峻 当时井冈山的条件 极其艰苦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 仅仅发油盐柴菜钱 每月也需献银万元以上 全靠打土豪攻击 毛主席还说 从军长到伙夫 出粮食外 一律是五分钱的伙食 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不拿钱 还自愿参加革命 共产党人是怎么做到的呢 黄克城大将的回忆中间 他回忆他认识毛主席 就是在这个上井冈山的时候 他对毛泽东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就是在井冈山下 毛泽东宣布了 从此军队不能发响 但是也没钱可发了 黄克城和其他很多干部 都很惊讶 自古以来 将靠心 兵靠响 当兵都不发响 这个军队能维持吗 但是没想到 不但能维持 还能发展壮大 那靠什么呢 两条呢 第一条来讲 官兵一致 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当官也没想 跟你士兵一样苦 第二条 发一个最大的想法 土地 打土王分田地 让士兵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 这就解决问题 实际上这两条 您说的都很重要 我当时 我查看过一份资料 就讲的是 您刚才讲的第一条 当时有个连长 给他的夫人写信 因为实际上在 那种当年的乱世 一个连长已经不得了了 对吧 一个士兵 可能老百姓 看就老总了 一个连长就不得了 长官了 长官了 公主很高嘛 他给他的夫人写信 说我现在是 一也没得穿 钱也没得用 每天可能就几分钱的伙食费 但是我心情是愉快的 说同志之间 以同心同德 为什么 这个环境非常好 大家都是一样的 待遇是平等的 他最后说比从前过优美 生活的时候好多了 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整个毛泽东 他们这些老一辈革命家 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军队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 那在秋收起义之前 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 包括像夜艇独立团 当时罗荣华也回忆 就是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军队里 军官和士兵 他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他和以前还是那种 可以讲还是那种沿袭的模式 那军官的待遇肯定要好一点 包括四菜一汤的伙食啊 那跟士兵显然要高级的多 那么到这个秋收起义之后 包括到山区之后 一方面是由于这个条件也不允许了 另一方面实行的这种新型的官兵一致 这样的一种制度 从军长到伙夫 所有人的待遇都一样 大家都没有心想了 所以说心理很平等 心理很平等 心理很平等 三万改变后 军队内民族主制度的建立 彻底改变了军队的面目 改变后的红军 军机严明 斗志昂扬 凝聚力和战斗力骤然增强 尤其是士兵委员会的成立 成为工农红军 区别于旧军队的主要标志之一 从此 普通士兵也和各级军官一样 享有了平等的权利 外国记者到延安后 根本分不清 谁是当官的 谁是普通士兵 而且我看我们从好多细节上都可以看出来 比如说我们军队里面分工不同 有这个养猪的 对吧 有做菜的 有传令通信的 有指挥的 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官权设置的非常有意思 我们的政治工作者呢 叫政治委员 叫指导员 我们的司令官在西方 在旧军队 蒋介石军队里面叫司令长官 而我们叫司令员 然后呢 养猪的叫四养员 就当年这个刘帅他们在设这些官职 哪怕就从苏联那边把它翻译过来的时候 有意地给他加上这个员 就表达一个什么呢 我们在人民军队里面 我们的工作岗位不一样 我们可能责任不一样 但是我们政治上平等都是语言 都是人民军队 政治上都是普通的语言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的了不起 这是这个1930年的时候 周恩来主持刘伯承他们这些人 因为他们从苏联学习回来 在上海这个秘密机关里制定红军的条令 刘伯承就提出 因为他翻译苏联的这个术语 和我们中国旧军队传统的那些术语 如果都写到条令中间去 那显然是不平等的 旧军队 叫那个做饭的叫活夫 活夫 做这个旧军队叫这个 就是照顾领导的人叫马聘 马聘 这个当马一样 这事实是本人长 这是马聘 这实际上带有点侮辱的这个称号 刘伯承讲 这些旧军队的这些称号 包括苏联的一些这个传统的称呼 这个我们都要进行改革 要体现人民军队的平等 就是八大员嘛 不能叫马聘了 人家是警卫员 公信员 警卫员 火虎是这个这个崔氏员 崔氏员 大家都是员 司令是司令员 政委 政治委员 大家都是员 那是什么 都是平等的 从30年就开始了这样的 从一开始设立这个体制的时候 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 就是我们经常说 有时候细节军队成败 当年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 就连一个职务的称呼 都贯穿了我们这种 就人民军队人人政治平等 这个思想 这个我觉得相当了不起的 我们世界上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 把司令长官喊成司令员的 把司令长官和这个崔氏员 都放在一样的一个 一样平等地方 都是同志嘛 都是同志 可能相互之间有时候 就是分工不同 就分工不同 没有这个政治上地位高下之分 这个就是我觉得是 政治民族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还有一个呢 就是赋予了士兵一个权利 就是我们既然政治上平等的 那么我们就会相互开展批评 自我批评 我哪怕是一个兵 我也可以对你一个军长 提出意见 这一点我觉得是了不起的 一个大重大改革 这种批评啊 不仅仅是像一些小事情上的 生活上的一些批评 它是在方方面面 包括你军事上 包括指挥员的 回来总结的时候 感觉到这一仗 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了 那士兵委员会 每一个人都可以提一些意见 发表自己的看法 就体现了一种军事民主 军事上的一种民主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也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改革 就后来我们军队这个民主制度 就形成为这个毛泽东总结 那么三大民主 政治民主 军事民主 经济民主 它就改变了整个军队的性质 细细上 我军从创建之初 就一直在变中求生存 在变中求发展 变需要智慧 更需要魄力和勇气 每一次的变 都是一次浴火重生 我军正是在不断的变中 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 而这一切 源于对旧军队的彻底改革 使得整个体制和机制 顺应时代发展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三大民主 其实都是军队内部 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制度规定 凝结战斗力的 那么对外呢 我们也有一套 应该讲比较新的 全新的这些规章制度 这就是大家都很了解的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而且我们看 这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它调整了很多 但不管怎么调整 这么多内容当中 绝大多数都是在强调 军民关系 强调怎么来正确的 保护人民 爱护人民的财产 这一方面的内容 这也是一个很新的 应该讲一个规定和制度 这也是对于 历朝历代军纪的一个 重大改革 而且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现在听到的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这个曲子 并不是我们这边产生 它是个西方的歌曲 它那个曲调是德皇的练兵曲 威廉二世的练兵曲 然后这个曲子就传到中国来了 包括张之洞 包括冯玉祥的西北军 都是用这个曲子填上不同的词 作为军纪 来传唱 来教导士兵 就遵守这个军纪 到我们这儿呢 是我们也是用这个曲子 填上了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三大纪律八项主义 它的内容 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时间 确实有所调整 比如说南方强调 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 到了北方 有时候都没有红薯 后来就干脆 就说不拿一针一线 其实不拿一针一线 就是不许拿任何东西 最说的南方提出 这个上门版捆铺草 现在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叫上门版捆铺草 因为当时部队的老百姓家 住的时候 睡在哪呢 把老百姓的门板卸下来 一个门板上躺一个兵 把老百姓家用个稻草 铺在这个门板上头 等于说褥子了 这当年的条件是很苦的 走的时候来讲 你要把老百姓 门板给人上好 你睡觉那个铺草 给人家捆好 这种这个细小的规定 其实它反映了军队的一个宗旨 你是人民军队 你必须尊重老百姓的利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最初是毛泽东在1928年 为中国工农红军制定的 开始是成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是 第一行动听指挥 第二不拿群众一个红鼠 第三打土豪要归功 六项注意是 第一上门板 第二混铺草 第三说话和气 第四买卖公平 第五借东西要还 第六损坏东西要赔 1929年至1930年 又增加了两条注意 形成八项注意 其具体内容 由于红军时期 各根据地和红军部队情况不同 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 这些差异一直保留到解放战争初期 我们现在可能讲的比较多的 还是从军队建设上来说 但实际上可能朋友们更感兴趣的是 我们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我军的战略战术上面的一些重大的改革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变革 最开始红军 我们讲他是起义军 那都是大多都是参加北伐战争的 那么他们习惯的是打正规战 所以呢这个败退之后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三大起义实际上都是堂堂执政 都是正规战 都是在三个省会城市 大城市中心城市发动起义的 退到山区之后 因为他打不了正规战 他也没那个本钱 没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太弱小了 所以就开始逐渐的摸索出 适合于红军实际情况的这一套 一整套的游击战术 实际上当时我们队伍里面 有一些正规军 包括经过黄埔军校学习训练的那些 咱们说青年的指挥员 或者青年的将领 他们在军校里学的那一套 还基本上是从日本传过来的那些 那些这个战术教材 还是打堂堂之阵的 当时有个统计 上井冈山的这个秋收起义和南长起义 会合的部队 里面有40多黄埔生 当时一共来讲 正规军才2000多人 你等于说排以上的这个干部 其实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 他们学的都是正规战 黄埔军校哪交游击战 因此上了井戈山之后 开始有些人还是主张打正规战 这不可能了 一个人打正规战 你肯定失败 你就这么点力量 那毛泽东当年伟大之处就在于呢 就是真正 实行彻底的战略战术的变革 怎么变革呢 就是当时的样学习 山大王一套办法 学习井冈山的老土匪猪笼子办法 就是不要会打仗 只要会打圈 你来了就围剿 我就给你转圈 然后你找不着我 但猪笼子毕竟是一个 胸无大志的草扣 他只要能转圈存在就行了 毛泽东还要夺取天下 因此他讲 不但会打圈 还要会打仗 你还得消灭敌人 那么朱德当年在云南剿匪的时候 他其实已经练成了一套 怎么样能够对付分散的散匪 这套游击的战法 因此朱德上井河山之后 就系统的提出了 怎么样打游击战的方针 经过朱毛在一起总结 在集中集体智慧 最后形成了游击战的十六字绝 这样人民军队的战略战术 最早就开始形成 游击战十六字绝世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扰 敌疲我打 敌退我追 它是中国工农红军 游击战争作战指导原则 是人民解放军战略战术 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包括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的两个阶段的作战行动在内 十六字绝的基本精神是 从敌大我小 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出发 利用有力条件 扬长臂短 灵活机动 以求保存和发展自己 消灭敌人 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 夺取战争的胜利 我们军队的所有的战略战术 就从这简简单单的十六个字开始 我们这十六个字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实际上它内还非常的深刻 它解决的就是 我们在战略上 怎么以弱军对付强军 就你来我就躲嘛 避你锋芒嘛 但是它又解决了在战术上 如何以弱势兵力 战成优势兵力的这个问题 把它解决掉了 就是集中我 可能在总体上 我是出于劣势 出于弱势 但是我要在局部上呢 形成我的优势兵力 以我的局部优势 对你的局部弱势 不断的这个 你削我掌 逐步改变 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 到最后去 夺取整个革命战争的胜利 我觉得这个 在当年就刚刚上井冠山不久 就能想出这么一个十六字诀 这是非常了不起 非常不简单的 而且也是在根据世界情况 不断的进行变化 到30年的时候 开始逐步的提出要打运动战 然后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一个改革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就是环境变了 我们就得改了 因为到1930年的时候 我们的力量已经慢慢强大起来 已经组建了 军团了 军团了 已经就有能力去建立成履建制的敌人了 这个时候你再去打游击战 就好刀 就牛刀 牛刀杀鸡了有点 那到抗日战争的时候 面对强大的这个日军的时候 又开始强调要打游击战 而且把游击战上升到了一个战略层面 要求这种跳到外线去 然后在山区来配合国民党军进行 整个的以游击战为主的这样一种作战形式 游击战也好 运动战也好 其实都是根据这个 我们军队的实际情况 确定我们适合于这个战争进程的这样一种战略战术 游击战 运动战 其实它的来源都是十六字绝 敌进我退 这些就是本身就在运动 敌住我扰 也可以用游击战的方法扰 也可以用运动战的方法扰 敌劈我打 打也可以用游击战的方法打 也可以用运动战的方法打 但是采取游击战运动战 甚至到解发战争后期还采取一些阵地战 这都根据来讲双方力量对比来决定 那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实际上 像刚才吴教授提到的这个抗战时期 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三地游击战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岛内的也有一些高级将领是想不通的 觉得外敌入侵 我们应该是尽快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为什么又退回来了去打这个游击战 实际上当时是想不通的 经过平行关战斗之后 全党很快就统一了认识 因为你这个对手是跟国民党完全不同的对手 因为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作战 武器弹药是要取之于敌的 你打国民党军队可以 因为他这个事无斗志 你喊交枪不杀 他把枪和子弹全交给你了 打仗大多数情况下有所缴获 但是你跟日本军队作战 他有50道精神 他打完最后个子弹给你拼死刀 你要跟他打堂堂之阵 你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缴获 当时共产党军队自己武器弹药就非常缺乏 蒋介石不给你补充 如果是你打堂堂之阵的话 你打几仗就完了 所以这个时候只能打游击战 三个五个鬼子出来 或者鬼子出来一个小队 以集中兵力 突然袭击一下把他消灭了 然后抢了枪抢了子弹就跑 这才是唯一正确的作战方式 而且当时我们也没有纵火器 很难打 可能现在我们现在有时候看一些片子 那些抗战神剧 真是扭曲了当年我们坚固族的抗战斗争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日本鬼子弄一个炮楼 我们就很难把它攻克 你没炮 甚至手榴弹都没有 你很难打它 这个是靠人力是不行的 靠人力不行的 因为你还在实事求是 但是我们当时想的办法就用游击战 你看有的根据地 那个时候就提出 我不要打得多 我一天一个线 我只要消灭一个轨子 可能一个根据地 可能面积涉及到二十多个线 那相对于每一天能消灭 一个小队 一个小队 一个月可能是半个大队就没有了 日本它始终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有个小国 以小兵临大国 它兵员缺少这个问题的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 它始终就没有解决过 它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通过这种 山地游击战来持久地消耗 他们的有声力量 到最后他们就没有办法了 就是毛泽东论持久战里面 这就是论持久战的精髓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 在延安抗日战争 研究会上的讲演稿 论持久战 主要说明抗日战争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为什么最后是中国胜利 劈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着重论述了人民战争 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论持久战中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 对战争的根本问题 做了精辟的论述 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的 正确路线 方针 政策 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论持久战是一部 经典军事理论著作 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著作之一 我们军队这个战略战术 它确实是根据这个 自己的条件在不断演变的 抗日战争中间 共产党坚持游击战 这个是当时唯一正确的办法 现在有些人 由于不了解历史 在受一些宣传 觉得国民党打大仗 共产党为什么不打大仗 共产党当年怎么可能打大仗 它没条件打大仗 它当时包括我们当时的那些小仗 比如说 夜行阳门堡机场 阳门关福气站 包括兴资军出战维港 当时都是一些非常小的仗 我们都可以说它是战术层次上的仗 可能没有听起来像 大会战 那个什么 昆仑官 昆仑官 徐州会战 松屋会战 没那么好听 但是当时对于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 提高我党武军的威望 对于打击这个日本侵略者 发挥的作用 绝对不亚于那些大的会战 国民党在抗战期间 经常宣传的进行了22次会战 但是你要算起来 这22次会战 除了这个反攻那个缅甸 和这个云南西部取得胜利之外 它哪次打赢了 因为当时与中国和日本的力量对比 你同日军进行大会战 绝大多数可能是打败战 因此游击战作为这个 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这个最好的办法 确实是当时应该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的游击战 这是一种军事上的一个重大的改革 就是没有去单纯的模仿 或者说是学习别的国家 别的军队 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实际情况 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然后创立出来适合自己的一套 我想您说的是 就它应该算是中国军事史上 对我们传统战略战术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改革 把一个小小的 可能以前是不如大牙之堂的这种游击战 提高到了这个战略的地位 而从整个抗战争的全局来看确实也是 因为我们游击战铺得开 当时国民党在正面战争失败以后 就慢慢大部分都往后方去退了 而日本整个它的一少兵营大股 它只能占领一些大城市和主要的交通线 一些点 一些点和一些县 那么在广大的农村就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而恰恰这个时候我们共产党和八路军居 迎地而上到敌后去抗战 用游击战去站稳脚跟 而且跟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 我们逐渐发展壮大 这一点我想也是在战略战术历史上 一个非常特殊的一种现象 而游击战作为一支军队的主要作战形式 这确实是在世界近现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创举 因为分散的小的群众武装打游击战 这是可以的 一支大的军队整体上游击战为主 这个确实是创举 因为按道理说你正规军 你就是应该打正规战 就毛孟公提出正规军打游击战 而且是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 这在当年确实是一个创举 而且恰恰是对付日本军队的最有效的办法 所以当时日军有个顺口溜马 他说这个黄军大大的去 八路小小的游 黄军小小的去 八路大大的游 他就没办法 他就打过去 使不上力 好像就是一个外加拳的一个拳击手 碰上了一个内加拳的高手 他使不上劲 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光是看到 抗战神剧里面 首次日军的这种非常可笑的场面 但实际上当时 真正发挥作用的还真正是这种可能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游击战 这个战略战术实际上并不是到抗战为止我们就结束了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我们的整个战略战术还在不断继续的改革之中 随着自己力量的这种壮大 然后开始正规的也开始一些组建一些野战军 然后也实行一些这种大的这种攻坚战 包括后来的这个城市攻坚 这也是根据实际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力量的一个变化 而不断的把自己的这个战法也好 或者说是战术都进行了相应的不断的变革 俄罗斯的军事改革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普京时代更加大了军事改革的步伐 普京力图提升军事实力 建立一支职业化的新型的国家安全力量 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在叶利钦时代为何盘战而行 在普京时代又有着怎样的疾风咒语 在编织体制上的分分合合中 俄罗斯武装力量经历了怎样的阵痛 敬请关注蒋武堂下期播出 深化军事变革系列节目之三 俄罗斯武装力量大变脸 解放战争后期甚至也打一些阵地战 像塔山主义战那就是阵地战 你说这个城市攻坚战 有的也是阵地战 打济南 打太原 那就是这样 因为你有这个强大的力量 游击战按毛泽东讲的 将来是需要抛弃的 他是属于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 确定的这个战略战术 实际上到了朝鲜战场上 我们的打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开始运动战后来就是阵地战 而且当时我们的像上干岭这种打法 跟十几年前毛泽东非常反感 非常反对的那种 李德的他们那种短处突击 以堡垒对堡垒方法是卢出一辙 但是当年那种被毛泽东强烈反对的这种争计战 到了朝鲜战场上又被毛泽东所推广所坚持 这里面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环境不同了 条件不一样了 对手也不一样了 在中央苏区的时候 红军跟国民党打战地战 那毛总讲的是这个乞丐与龙王比保 你没有多少兵员 你又没有后方武器弹要补充 你说你的阵力上跟人对峙 那不是最愚蠢的办法 到了朝鲜战场不一样了 抗美援朝 我们的阵力要比美国多呀 而且来讲我们的武器弹药 又可以通过苏联人得到供应 所以你跟他消耗 你的人好得起 美国的好不起 所以在双杆领上的话 其实实际上美军的伤亡也比较大 整个伤亡比例对我们还是有利的 好像有的局部的战斗 甚至达到了可能一比二点几 一比二点九 可能就我们伤亡一个 他们可能伤亡将近三个 这样在美国国会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包括到后来 这个越南人民的 这个抗美斗争 他也是学了我们这种战略战术 也是让美国人拖在那里 受不了了 世界上第一个 把这个毛泽东思想写进党章 那就是当年的这个越南劳动党 他的这个战略战术 就是按越南劳动党二大规定的 以毛泽东思想 为越南革命的指导方针 这套游击战术完全是学中国的 对付法国对付美国 而且确实屡是不爽 而且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学习毛泽东战略战术 就是亚非拉人民革命 包括古巴 也是学的毛泽东这套 这套游击战争战术 确实是世界上弱军对付强军 最有效的办法 他不但在中国行得通 他在整个亚非拉的这个 民族独立球的民族解放的途中 他都行得通 适合于弱军对付强军的 有效的一个法宝 人民军队从一开始 只有120个人的天下车队 到疫情独立团 到最后不断地发展壮大 有几百万人 然后赢得了中共革命战争的胜利 这个从弱到强 有效到大的发展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改革的过程 在不断地改革中发展壮大 正是改出来的这个强军之路 不断地根据实践 实际的实践和实际情况 改革 俄罗斯的军事改革 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普京时代更加大了军事改革的步伐 普京力图提升军事实力 建设一支职业化的 新型的国家安全力量 俄罗斯的军事改革 在叶利清时代为何蹒跚而行 在普京时代又有着怎样的疾风咒语 在编制体制上的分分合合中 俄罗斯武装力量经历了怎样的阵痛 敬请关注蒋武堂下期播出 深化军事变革系列节目之三 俄罗斯武装力量大变廉